楼市受疫情拖累,触发新一波减价潮,居屋黄身价亦不保,盛产居屋黄的质如冲康山花园,相隔约一年半首度有未保地价三房单位楼价跌穿700万元关,低建668万元,每尺紧11284元。 更创该居屋近两年尺价新低,中原地产分行首席分区营业经理杨文杰表示,康山花园四座低层私室,实用面积592方尺,三房间隔,附有装修,原业主放盘两个月,中在疫情试约下减至未保地价668万元逆手,尺价11284元。 资料显示,康山花园对上一中三房单位未保地价售价不足七球成交,以追索至去年1月以693万元逆手的同面积中层单位, 以未时次售价属同类货约一年半身低,时次成交赤价11284元。 更是该居屋2018年10月至今最平。 据了解,新买家于港岛东区看楼已近一年,趁疫史出激值平货,原业主于2012年以373万元买入单位。 尽管平卖,账面仍获利295万元或79.1%。 另变商,C楼投资者赶出货。 消息称,马安山云海第一期用海台一座高层A室,实用面积534方尺两房单位。 原业主持有收租,月租2.15万元,并于上月底年租约以1100万元放售。 刚大幅类减120万元或10.9%,以980万元年租约售出,赤价18352元。 据了解,原业主2018年租1060.64万元一手买入,最新造价较当年低80.64万元或7.6%,加上原业主需支付楼价10%额外印花税,SSD。 细选手离场,有代理透露,云海现在上有四个二手单位放盘。 虽然大多由业主支付SSD,为叫价全高于买入价,料扣除发展双回振后,账面仍有机会获利。 不过,仍有买家愿意高价入市。 富城地产客户经理邓宇希雪,牛池湾居屋加封台两座中层居室,实用面积582尺三房户。 近日获买家施以保地价860万元承接,尺价14777元。 创该居屋成交价新高。 原业主2007年以未保地价166万元扣入。 未计保地价,账面赚694万元或4.2倍。